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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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來又繼續跟OSWAS繼續聊天 剛才提到你們從Airbutton發展到一個潛水的裝置 可以將任何手機或手機放進去 然後帶到海底拍照 其實從你們的數據那裡 究竟是甚麼人用這件事比較多 其實我們最主要的主要是潛水的人 之後你去一些浮潛或者接觸到海邊 怕入水那些都是我們的客人 其實曾經有個客人在Facebook告訴我們 其實我們買你的袋子最主要第一 你是一個香港的品牌 是嗎?這個很有趣 第二就是你們是一個高質的品牌 所以變成我肯定的機器沒有問題 除了是這個功能之外 其實一個品牌對我們的建立 其實都是一個很長遠的策略 既然你提到香港品牌的這四個字 我真的很想問你 即是做一個startup 還要做一個香港的品牌 而且還有一些那麼科技的產品 其實這個挑戰會在哪裏呢? 其實這個挑戰就是 都是一個品牌的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覺得 你香港品牌 即是有些信本土的東西 其實是OK的會試的 但是呢 信本土之餘 其實你也知道香港是一個自由市場 其實很多外國很多大品牌都會來香港那裏 都會說我這個大品牌 而且是OK的價錢 變成當你有個比較的時候 那些人覺得 我都是選擇一個大品牌 變成有時候要去講的時候 或者要去教導 我們要去做一些 即是我們要做的 其實都很大的挑戰 都很大的挑戰 即是說 尤其是現在很多時候 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 經過網上的訂購 如果網的平台比如Amazon 或者是一些 我不知道是T-more 其實它很多品牌都在同一個平台上去 即是可能它一打了Ques 我從Amazon 然後就很多的結果 然後有N個品牌 有時候我都不用選擇,因為有太多 是的,如果你說光打品牌,香港一定不夠來老貨 所以我們除了打品牌之外,產品的差異化都非常重要 即是夠獨刀? 是的,因為好像我們一個智能潛水袋 其實你全世界都不會找到一個一樣的 你可以找到一個智能潛水盒 但是盒子要賣2-3千元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市場大家已經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怎樣做呢?我們才有機會可以生存到 但是怕不怕被人很容易抄了? 你知道吧,你也可能在工廠生產 怕不怕這件事發生?即是被人抄招? 好的東西就一定被人抄了 看看誰賺得快,再去下一代佔領市場 所以其實另一方面,我們都跟防水袋廠合作 他們做完之後呢,其實他們都有自己渠道 他們都會用我們的品牌去買 變成做的話呢,百日是我們 一刻都是我們的 哦,這樣會挺特別的 意思就是說,防水袋的廠 可能是你的代理,是不是這個意思? 是的,幫你去賣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的防水袋廠的代理 其實他們的主工是美國市場的 那他們美國呢,其實都是每年可以買到一百萬隻的防水袋 但他們買的時候呢,他們就不會把你的品牌的 即是還是用你的品牌? 是的,因為我們有一個APP的 那所以呢,其實呢,品牌出他們 因為他們的品牌的知名度比較高 但是這個APP就用回我們 變成我們一個合作的模式 哦,所以那些人用的時候 起碼在這個APP上都會知道 咦,我是在用你們的品牌 這樣,是一個香港的APP 這樣,是一個建築者 是的,沒錯 那也不錯 那我們這節呢,因為時間限制 我們就談了那麼多 我們下一節回來再談談其他的話題